第二十一张小狐妖,苏小小是为了逃婚才跑出浅塘山的,苏小小是一只小火狐,浅塘山狐族一员。他听族里长辈说,他们是上古三大狐妖家族之一有苏氏族在望雀州的分支,血统古老尊贵,祖先曾帮过某人族大地正道。 不过苏小小对族人骄傲的语气并没有多少与有荣焉。因为他只是浅塘山苏氏狐族的一枚小透明,浅塘山很大,像他这样的普通小狐妖很多,况且他还只是一只火狐,而不是地位尊贵的白狐。 苏小小很小,只有两百岁,和妖族动辄千年的寿命相比,他只相当于人族斗寇年华的少女,他在十几年前麒麟,两年前杰丹,刚幻化人行不久。 妖修的境界与人族有很大不同,麒麟,杰丹是前二境。 麒麟即是觉醒灵智,生出一点灵光,从此不再是懵懂受累,而是可以开始修行,思考的妖。 妖族起灵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的是族内修为高深的长辈帮助点拨,有的是机缘巧合下,勿起了灵智,比如勿施灵雾,有的则是本身血脉不凡,先天就有一点灵光,出生寄以起灵。 朱晓晓属于第二种,她是懵懵懂懂的在一座破旧的道观内开启的灵智,只是她后来也很迷糊自己到底是如何起灵的。 妖族的结丹镜和人族很不一样,人族必须在金丹镜才能练出一颗金丹,而妖族在结丹镜即可缔结妖丹,和人族金丹一样,妖族的妖丹是他们的大导之本,也会分品。 妖族在结丹镜开始凝聚妖气,随后即可化形。 苏晓晓就是在进入结丹镜不久,幻化的人形,因为狐妖自带幻化天赋,所以苏晓晓的化形并没有出现低阶妖族化形不完全的情况。 其实一些血脉不凡,天赋超觉的妖族并不会太早化形,而是会利用本体血脉优势,继续修行,只有血脉频繁,天赋不高的妖族才会早早化为人形,用人类身体修行。 不过苏晓晓并不在意,或者说他对包含修行在内的所有事情都不在意,他小脑袋瓜子里成天想着的只有三样东西,腌脂水粉,才子佳人胡仙书生的话本小说以及,俊秀书生,其实这些都可以全部归结到第二样东西上面去。 自从某一天,开启灵晓后就爱漫山遍野乱跑的苏晓晓,在某处关道旁的废弃马车里发现了一本恩爱缠绵,绸断情长的话本小说后,他仿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为了识得更多的字,偷偷跑去山下人类村庄的私塾蹭客他为了买胭脂水粉,辛辛苦苦采摘灵药和上山的采药人换钱。 他为了小说里的浪漫爱情,与幻画人行不久后,在一个夜黑风高之夜,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裳,涂抹了自己买过最贵的胭脂水粉,在一处破旧道观,导演了一场家人与书生偶遇的戏码。 可是,他刚露面还未来得及说话,就把进京赶考途中在破关过夜的俊秀书生给下的连滚带爬地跑了,连书箱都没拿。 第一次作案就失败,这是他短短胡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不过,还没等小胡妖苏小小沮丧多久,他胡生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就立马上门了。 苏氏胡族内的长辈要派他去给附近某个大妖做小妾,因为他虽然修行天赋在族内一众小胡妖里名列车尾,但他天然化形后的模样却是俊俏的连资深外贸协会会员的胡族都自愧不如。 要知道,胡族可是出的名的盛产美人,甚至还有一位族中辈分极高的老胡对苏小小说,他长得极像有苏氏族历史上某个祸乱玄黄界的老祖宗,只可惜修行天赋太差,无法为有苏氏族创造更大的利益。 很遗憾,苏小小并没有身为有苏氏族族花的觉悟,他在迎娶当天,把一直羡慕他能嫁给大妖吃香喝辣的族内好友小绿哄上了花轿,急忙带着自己珍藏的宝贝家当跑了。 苏小小要去找小时候疼爱他,叫他十四启蒙的祖奶奶。 他下山后迷迷糊糊跑到了一处仙家渡口,用自己以前退下的胡锚换来了一堆零食,买了一张去独幽城的船票,又买了好几本才子佳人的小说,突然,灵机一动,再够了几套和身的男子艺术,变性高采烈的登船北上了。 万丈云海之上,一艘庞大渡船悬空而停,船身上有清风钉三字,预示着这艘船的来历。 此刻,船上甲板,苏小小正在面临他呼声的第三次重大危机。 刺扣抚一行人与甲板上的众人大都神色怪异的看着眼前那古怪少女。 呜呜呜,小小不想死,小小还没找到情郎呢?呜呜呜,小小不想死。 呜呜呜呜,就算要死,小小也要和情郎一起化蝶。 呜呜呜呜呜呜,人群中的赵荣嘴角抽了抽,这都是些什么跟什么。 不过一想到自己前几次遇见他时,他在看的那些书,赵荣大概有些理解他为啥这么傻乎乎了。 马云男子瞧了会,发现就是个刚化形不久的小狐狸,甚至都有点懒得动手了。 不过一想到不久前安邻国发生的那件血案。 他轻轻一笑,简堂山湖族,本尊记得你们这只有苏氏族是以待罪之身拘禁在简堂山的,外出必须征得司寇府同意。 你有出行许可吗? 苏小小文言仰头,泪眼朦朦地看着空中那个让他一颗腰单震荡不已的恐怖存在,迷茫地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族群竟然是因罪被拘禁在简堂山的,他当初跑下山时,也没人拦他了。 呵,本尊回头要去瞧瞧当地的监察弟子到底在干什么,再顺便去你们简堂山做做客。 一直迷迷糊糊的苏小小终于听懂了一次麻衣男子的话,小脸煞白,吓得急忙改作为贵。 大人,不管狐族的事,是小小一个人偷偷跑下山的,狐族不知道小小跑了,吾吾吾,都是小小的错。 大人别生狐族的气了,都是小小的错,大人杀小小就行了,吾吾吾,也责罚狐族。 前一秒还不想死的小狐妖此刻正在求死。 他怕死吗?怕死,但一想到因为自己一人犯错,便要让那些曾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所有族人陪葬,他便心如刀脚。 好,麻衣男子面无表情地吐出一个字后,准备转身走人。 但是下一秒,助手,一道冷清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第二十二章不平则明,粗小小以为自己要死了,在那位麻衣男子准备转身的一刹那,一颗腰胆震荡不已。 这是他从狐妖血脉中继承的本能,他灵觉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道契机锁定了他,来自某个可不得存在。 小小就要死了吗?会不会很痛啊?好可惜,小小还没和男子牵过手呢? 让他奇怪的是,这一刻他小脑袋里并没有他拼命要去守护的有苏氏族,甚至连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祖奶奶都没有出现在脑海里。 他在这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忆起了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是在浅堂山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他那时还只是一只刚起灵志没多久的小狐狸,他懒懒地趴在一块阳光充足的青石板上睡着午觉。 暖风拂过,身旁那本剪来后便从不离身的书正在无声地翻动着。 他迷迷糊糊醒来,伸出小小的爪子按住了书页,抱着那本书翻了个身,继续晒着暖阳。 族内的小伙伴总是说他傻,成天带着一本人类的书读来读网,但只有苏小小自己知道,在浅堂山那个狭隘封闭的小世界里,这本书是他单一的生活中唯一一抹鲜艳的色彩,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精彩。 一道突兀的声音打断了苏小小的回忆,也打破了甲板上的平静。 助手,麻衣男子身子停住,缓缓回头,场上众人惊异地看向声音传来的那处地方。 苏小小也傻傻地偏过头去,只见那处人群,有数个船客急忙闪开,生怕被人误会,很快便只剩下一人,亏然不动地站在那。 是他,他,他不是坏人吗? 苏小小感觉小脑瓜子有些不够用,赵荣没有去理周围人目光,甚至没有去看自己要救的苏大黄, 又往前走了几步,抬头望向空中那人,一边心里默念见诀,一边抬手紧抓腰间那把母亲留下的文件。 刚刚他准备开口时,柳三便曾按住了他的肩膀,不过被他抬手扶下。 赵荣不知道场上的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不管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还是现在一个儒家读书人的角度。 因为他想问一句凭什么,麻衣男子回过头来,发现是一位儒生,嘴角微微一扯,他冷冷地打亮了夏赵荣,目光在赵荣的腰间略微停顿。 你,不服本尊,赵荣此刻才发现被一位元英静见修目光一直注视,压力竟会如此巨大,他感觉自己口鼻吸入的不是空气,而是沙子,每一口都无比尖色,若没有归所传见诀和腰间文件,他估计已经在那人的目光下窒息而死了。 呵,这就是生命操之他人之手的感觉吗? 手中文件在窍内颤鸣不已,你也不平,赵荣仰头与麻衣男子对视,神色无畏。 目光灼灼,饺子不服,敢问大人为何杀他,无思寇府批准,有苏氏族狐妖善自离开浅堂山。 饺子愚昧,不知思寇府对浅堂山狐族到底是何禁令。 讲必总有成文之法,敢问诸位,善自离山在禁令中是否真为死罪。 赵荣退后一步,公身行一礼,之后,目光凝望空中一行人。 赵荣是在赌,赌他之前的一个猜测。 他见苏晓晓在得知有苏氏族禁令后一脸惊讶,似乎是之前毫不知情,心里便有些猜想,是想如果善自离山是明文规定的死罪。 那么胡族必会警戒所以族人,严禁他们下山,因此苏晓晓不知情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禁令实施了太久,已经渐渐失去执行力,胡族早已不以为意了。 二是禁令中对善自离山的惩罚并不重,或说对族内普通狐妖惩罚并不重,只是严格约束族内那些修为境界高深的狐妖,他们下山才需要报备思寇府,因此底层狐妖并不需要知情。 第一种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赵荣所观察现象得知,妖族在玄黄界生存环境并不好,看看周围那些旁观者的表情,或戏谑或冷漠,大概已经习以为常,像麻衣男子这样敌视妖族的修饰想必也不在少数,那么妖族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怎会懈怠禁令。 那便只有第二种可能了,赵荣见思寇府一行人没人应声,且有个别人眉头微皱,他当下心里一松。 若是禁令明确规定,小狐妖擅自下山,其罪当诛,那小子无话可说,妨碍了执法,甘愿赔罪,受大人责罚。 麻衣男子眯了眯眼,没有说话,一旁的冷面女子颇为惊讶地看着下方那姿态从容的握见书生,刚刚只觉得他就是个哗众取宠之人,站出来毫无用处,但是,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有条不紊,直击要点,倒是个有胆有识的读书人。 他心里清楚,赵荣说的没错,浅堂山那一脉有苏氏族当年因参与了某个不该参与的斗争,但最不该的是站错了队,后来以为被选地律为由被贬到了望雀州南部的浅堂山。 受天涯间隔四寇府拘禁,禁令规定,通幽禁及其以上狐妖不得擅自下山,为例一次,斩尾,若敢再犯,遂丹。 但是,禁令却对通幽禁以下,也就是相当于人族天之禁以下的狐妖却没有详细的规定,只是提了一句其他狐妖亦不可擅自下山,为题详细的责罚,可能是当初制定此法之人对那些连通幽禁都没有的小狐妖不慎在意吧,也或许是。 网开一面,具体如何,冷面女子并不清楚,因为时间已经太过久远,她也只是无意中在思寇府某个就当上了解到了一些。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这只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小狐妖确实最不当珠,但是谁在乎呢,思寇府行是一项严酷专行,很多时候连所犯合罪都不会去给你解释,毕竟行不可知,则危不可测,有冤案又如何。 思寇府在山上的威严更重要,只是没想到这次似乎出了点意外,竟然有人敢质疑思寇府的执法正当性。 冷面女子想到这,偏了眼深前那位大人,让她奇怪的是,这位脾气一向不好的大人今天竟然没有直接一手拍死眼前那书生,而是由着她讲了下去。 可是,若大人不为行辟,不言而诛,那么,小子第一个不服,大人可以杀小子,但小子还是要说,赵龙声音清朗,语气开始咄咄逼人在场所以人的目光都在她身上。 朱小小早已停止了哭泣,跪在地上,仰着头,傻傻地凝视那人,她很笨,听不太懂那人在说什么,但是她知道,有人正在为她争取那一线渺茫的生机。 若是今日在小子面前的是刑事无拘的山泽也修,那小子绝不会与其讲理,因为弱肉强食是此辈之道。 但是,今日在小子面前的,是被玄帝律赋予权力,被人族太宗委派重任,最该秉公执法的司寇府修士。 小子不服,再问大人,为何杀他?全场寂静无声,君子凶有浩然,不平则鸣。 第二十三章扶摇扶摇,此刻的清风阁渡船的甲板上,气氛很是诡异。 有人不可思议,只觉得今天能亲眼看到对司寇府修士的人,也算是见证历史了。 有人撇嘴不屑,只觉得那人是悬崖上翻跟头,自己送死。 有人面露不仁,觉得那人为一个妖族出头很是不值当。 也有人面无表情,只是默默地举起手里酒葫芦好饮一口,觉得很是痛快。 还有一人,面容凶恶,眼神阴质,但此时却面带笑意,炯炯有神地望着场上那个此刻已经满头汗水,却依旧只是四寇府众人的卧剑书生。 曾经,有位教书将对柳三便说过,何为大勇? 自豪勇呼,无常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 依稀记得,当时那位在他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的先生,说完后,放下筷子,轻轻抿了口米酒,嘴角勾起,眼里仿若有光。 赵荣不知道柳三便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个人的影子,他此刻正强撑着一口气,双臂汗水直流而下,但他没有去擦,而是仰头望着那位思寇扶小思寇。 突然,一道剑光破开云海,麻衣男子伸手一抓,那物仿佛缩地成寸,下一秒便到了麻衣男子手上。 原来是一柄秀真遇见,此刻正微微证明。 一道心急火燎的女生传出,坐来,老娘找到那头畜生的踪迹了,麻衣男子眉头微微一挑,身后十人闻声皆面色疑速,等待指令。 麻衣男子低头瞥了眼赵荣,你姓赵,赵荣面露疑惑,不知他是如何知道的,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饺子赵荣,自子鱼,讲了想还是不抱上自己的籍贯为好。 赵氏子弟学什么如,呵,学了这玩意儿,竟然都开始为妖族说话了。 不过倒还是有点胆子,赵荣,麻衣男子冷哼一声,拂袖转身,丢下一句话后,变化为一道冲销剑光,远顿千里。 白威留下,剩下的人去拦截其他渡船,遵旨,刺扣腐蚀人其声道,紧接着又是九道剑光一闪而逝,空中便只剩下那冷面女子一人。 白威仔细看了眼赵荣,眼神又掠过地上那只小狐妖,随后便转过头去,吩咐了乔玉等人几件事,监督他们将渡船停靠附近渡口。 粗小小知识似乎是不了了之了,赵荣正撑着膝盖,大口喘着粗气,仿若一个溺水之人刚刚得救,他擦了擦头上的汗。 此时他并没有多少劫后余生的感觉,反而是一头雾水。 那个麻衣男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柳三便走了过来,大概看出了他的疑惑。 刚刚那位是司寇府的小司寇,他叫赵千秋,赵荣眉头一皱,刚想再问,龟的声音就徐徐传来。 你一个姓赵的,竟然会去帮妖族说话,这是本作没想到的,真有你的啊赵荣。 龟的语气很是欢快,他最近和赵荣伴嘴总是吃亏,便决定失荣长计,偷学了些他觉得威力巨大的句子,现在终于找到机会施展了出来。 这阴阳怪气的感觉,真解气啊,哎,本作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么爽的事情呢? 龟只觉得这比当初他回去一个各所谓天才的剑仙胚子的本命飞剑还要爽。 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恍然道,哦,对了,忘记和你说了,原来你还不知道呢? 那位在昆都镇守妖荒之门的扶摇选帝侯,也姓赵。 天下赵氏皆出自扶摇赵氏。赵氏多剑修,这是玄皇修真戒的共识。 古往今来,赵氏的天命玄鸟族挥不知被刻在了多少把剑仙配剑上。 赵氏以剑修为荣,剑修亦以赵氏为荣。 赵氏始祖赵福在七万年前的人族动乱中,放弃了中州的大地之争, 主动前往西福妖州阻挡上古妖节,斩杀企图召唤剑外古妖的昆鹏妖族古圣。 之后,赵福又带领一众剑修镇守昆鹏古圣遗留的妖荒之门。 苍帝登顶,念赵福有不是之功,封其为人足九大守护之意福妖选帝侯,赐予一把选帝侯剑, 宁其建立昆兜,子孙后代永镇妖荒之门。 后又被苍帝改名,西福妖州变成了西福妖州,福妖侯变成了福妖侯, 昆兜也变成了昆兜。 见如今,天下肇事皆出自扶摇肇事,不管是赵灵妃所在的大楚前金肇事, 还是赵龙的那只南逍遥州肇事,亦或是赵千秋的家族影川肇事, 都是扶摇肇事的分支。 肇事各知子弟极为争气,几乎没有穷亲戚,要么是世俗王朝的王侯将相, 要么就是先家门派里的修真家族,虽然比不上主脉,但也大都不凡。 并且赵氏子弟又非常团结,各知之间互相帮衬, 极少发生争执,扶摇肇事主卖亦有需要, 九州各知子弟皆争先提见前往昆兜杀妖。 此刻,正在万丈高空及池赶路的赵千秋有些郁闷。 若不是他很早就通过那书生身上的一对玉佩发现书生也姓赵, 他早就一掌拍死那个赶在他面前为妖族求情的书生了。 要知道,学如何同情妖族,这两样可是他最讨厌的东西。 赵氏子弟走儒家路子的极少,顶多是赛浩然进食临阵磨枪。 因为扶摇肇事一向与墨家交好,和儒家关系平平, 甚至时常会有儒家读书人责难扶摇肇事部约束昆兜建修, 对本土妖族太过苛刻,赶尽杀绝,不过扶摇肇事一般不予理会。 讲到扶摇肇事,赵千秋眉间抹上了一抹音会。 十几年前,在昆都发生了那场惊世骇俗的变故, 他亲身经历,此时依旧历历在目,每当想起便心如刀割。 突然,又联想到前不久,那只话神静妖娇在安邻国的所作所为, 赵千秋不由大怒。 九天之上,所过之处,一片片云海炸裂, 见气横丘,气冲斗牛。 大胆畜胜,真当我赵氏无人,竟敢图安邻国赵氏满门。 其实,最让赵千秋感到惊怒的, 不是这次血案已经是近些年来忘却中发生的第四次赵氏灭门了, 而是这次被灭的安邻国赵氏之中, 有一位被誉为剑仙美誉的赵氏少年。 此少年剑修天赋极佳,是真正的剑仙胚子, 浩然竟便已寓誉出了两把本名非剑,皆品皆不俗。 这赵氏少年和现在太清四府那个名气极大的赵凌飞一起, 被在天涯剑阁修行的赵氏长辈视为这一代忘却州的赵氏双臂。 赵凌飞已经被剑阁阁主内定, 一旦从太清四府结业, 便会立即加入天涯剑阁,成为清传弟子。 剑阁甚至都没担忧过他会结不了业, 而那位赵氏少年更是早早地就被他赵千秋的师叔收为关门弟子。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赵氏少年刚回安邻国看望父母没多久, 便传来噩耗,已然陨落。 赵千秋此刻已经隐隐明白, 这些年来,针对各地赵氏分支的事情, 不仅仅只是玄黄本土妖族反噬寻仇仇那么简单, 他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有妖荒之门内的古妖在作乱, 第24章逆天改命, 经风格渡船慢慢调整船身, 略微向下倾斜, 开始逆风着陆,准备降落在止水国境内的仙家渡口藏州谱。 赵荣缓过气来后, 应答了几声有三遍的关切, 和他约好了等会一起下船, 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船舱。 离开前瞥了眼, 发现那只小狐妖已经不在原地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赵荣没太在意。 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扶摇侯姓赵? 哈哈,干嘛要告诉你? 一个赵姓儒家门声替妖族说话, 这种事本作之前还真没遇到过,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哼,再说了, 和你说有用吗? 你不还是要去救那只小狐狸?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 你就是缠人家身子。 这种事本作见多了, 你们这些人看见狐狸精就挪不动脚, 不过妈, 像你这样拿命去英雄救美帝, 确实挺少见, 幸亏那人也姓赵, 不然本作又要死一次了, 哈哈哈哈, 真是个疯子, 赵龙嘴角抽了抽, 没有辩解什么, 当时他站出来, 可能有读书人的书生义气, 可能有逞英雄的一时冲动, 也可能有对美人的怜香惜玉, 甚至可能还有帮助他人后企图对方回报的微妙想法。 但不管是何种心理, 赵龙都不觉得羞耻。 前世, 他对很多看不顺眼事情想挺身而出, 但因为或多或少的原因, 最后都只是留在了人群中, 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今生想换种活法了, 那声助手赵龙喊得很是痛快。 读书人的事, 能叫缠吗? 赵龙评了句, 动手收拾起了屋内的行李, 马上就要下船了。 他一手提注书箱, 一手轻拍腰间那把救了他半条命的文件, 走到窗边, 向下望去, 直水国的藏州谱在视野中已经越来越大。 可望却舟的很多仙家渡口不同, 藏州谱并不在立于渡船启航的灵山, 而是在一片千里湖泊之上, 是一座有着热闹即逝的岛屿。 此刻, 从赵龙这个角度俯视, 藏州谱周围已经有数十艘庞大的仙家渡船停泊半空, 无面如镜, 接到影其中。 龟, 嗯, 我想修行, 原因进渐修的威压确实对你身体压迫很大, 你等会下船找个地方休息, 我想修行。 你再说一遍, 我想修行, 救你, 对, 救我, 我想尝试一下, 说不定我其实是一个你看不出来的, 隐藏的绝世体制对吧? 别做梦, 不可能的, 你以为本作没有仔细查看过? 当初本作刚刚苏醒, 也怀有一丝侥幸, 一遍遍的耗费魂力检查你的气海, 经脉, 但结果就是我和你说的, 你就是废材体制。 好吧, 也不是罪费, 其实在茫茫凡人当中, 你属于中等的那种, 但是有区别吗? 只是比赖而已, 你的气海没有达到容纳浩然静灵气的最低标准, 万千凡人, 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有希望破开扶摇镜瓶颈, 正是踏入修行, 而这极少的一部分人中, 大多数此生也就止步在浩然静了, 只能成为修真界的普通霸众, 而你现在的情况是连修真界的普通霸众都做不了, 而且本座发现, 你母亲在怀你时似乎动过很严重的胎气, 导致你体质先天不足, 虽不至于影响受缘, 但经脉却极度堵塞萎缩, 你本来就没有进入浩然静的希望, 现在连扶摇镜都寸步难行, 即使有资源堆砌也是无用, 因为扶摇镜就是要贯通经脉, 别人的经脉宛如大江大河, 而你的经脉只是一根颅管, 给你再多资源你也用不了, 只是浪费。 赵荣沉默了会, 但并不气馁, 那登天静呢, 我能不能修行, 登天静倒是可以, 因为此静并不看天赋, 或者说天赋影响极小, 他其实就是在练体, 只要有毅力, 吃得住苦, 凡人皆可登天静。 那我要去试试, 虽然你说我扶摇镜步步维艰, 但至少他不是断头路, 今爱如卢管又如何,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呵, 明知失败还去尝试有何意义, 在本作的记忆里, 玄黄界像你这样情况的人绝无可能逆天改。 改, 龟的声音突然顿住, 赵荣拍剑的那只手骤然紧握, 改什么, 龟沉吟了会, 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装引号, 改命, 撕, 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呵, 但现在几乎不可能了。 传说中的那个方法我倒是听过, 还有些印象, 但是没用, 能做出他的主材料早已经在玄黄界绝迹了, 在本作的那个年代, 也就几个古老的修真家族可能还会保存一些, 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他们大概率早就用完了, 呵, 即使万幸中的万幸, 还余下一点, 你连见到他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弄到手了, 他们凭什么给你? 你小子别做梦了, 乖乖认命吧, 那个逆天改命的方法是什么? 可你说了也没用, 徒增烦恼而已, 你别问了, 龟, 告诉我, 转马上要停了, 你出去吧, 别再胡思乱想, 你为什么一直劝我认命, 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毫无进取心的弱者吗? 你现在看看自己, 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赵荣急破地打断他, 但刚说完便有些后悔了, 果然, 脑海中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赵荣,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本作, 若不是你太废材, 本作会这么悲观? 一切的缘由都在你身上, 却你认命是为了你好, 你知道那种亲近所有, 却永远改变不了命运的无奈感吗? 本作当年为了一段虚无缥缈的宿命, 抛弃了所有离开玄皇界, 但是到头来呢? 归惨然一笑, 到头来沦落到现在这般地步, 我, 本作不想让你再顾本作的后尘, 赵荣默默听龟说完, 眉头紧皱, 龟, 你当初到底为何离开玄皇界, 你所说的宿命又是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和他有关? 呵, 你倒是把本作的话记得很清楚, 赵荣所说的他, 是龟曾在新婚之夜提到过的, 当时龟只是匆匆带过, 但赵荣因为是第一次见龟, 对他怀有警惕, 便留意了下来, 其实他之前一直很想问, 但都没合适的机会, 你说他选中了我, 那他到底是什么? 他和你, 和我, 又是什么关系? 与爸, 赵荣等着龟的回应, 但是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声音, 当赵荣以为龟可能已经不再理他的时候,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他叫福使, 在你的眉心轮中, 本作是, 剑林, 意识上一任福使建筑, 第25章建明福使, 随着一声巨大的震颤声传来, 船身骤停, 清风格的渡船成功停泊在了藏州谱, 最后, 船舱内二人的交心匆匆结束, 赵荣被起书香去找柳三便一起下船, 他表情神采奕奕, 让同行的柳三便颇为奇怪, 怎么一会不见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精神器跟刚刚截然不同, 赵荣性质勃勃, 因为他现在除了读书之外, 又多了一件有趣的事, 修行, 刚刚在船舱, 龟告诉他, 他眉心轮中的命魂里藏着一把剑, 剑林福使, 虽然龟并没有立马告诉赵荣这把剑的来历和秘密, 也没有向他解释他为何从上一任剑主变成了现在的剑灵, 但在看见了赵荣的坚持后, 龟决定和他约法三章, 他同意赵荣去尝试修行, 并且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虽然他一直强调他只能提供一点, 因为登天扶摇二竞最主要的就是毅力和天资, 并没有太多技巧性的东西, 但赵荣还是颇为兴奋, 毕竟能让龟松口, 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归和赵荣约定, 如果赵荣能修炼到扶摇竞圆满, 那他便会全力以赴帮他逆天改命, 尝试用一切他所知的方法去扩充他的七海与经脉, 改善他的修行资质, 不过他也坦言, 很多法子效果都只是微乎其微, 毕竟修行资质都是先天的, 纯粹靠老天爷赏饭吃, 后天的法子除非能涉及本源, 否则都是在治标不治本, 况且无备修是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 若还妄图更改资质, 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说不定还没到金丹静, 天地大道就会降下天节, 赵荣文言, 并没有退缩, 也没有被吓到, 归能帮他, 他已经很知足了, 至于归所说的天节, 赵荣也不甚在意, 因为归说到这, 自己的语气都是戏谑的, 他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 赵荣和他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二人都是我命有我不由天的性子, 好吧, 赵荣以前不是, 但现在是了, 因为他要逆天改命, 后来赵荣还尝试问了之前, 他提到的那个, 能在本园上篡改修行资质的方法, 不过却被归直接打断, 叫他别再想这个了, 虽然修事修行就是要争一个万一, 但是却不能怀有不切实际的侥幸之心, 那个方法, 现在纯属只能依赖虚无缥缈的运气, 争不来的, 另外归还嘱咐赵荣, 替他打听几个消息, 他要弄清楚一些事, 最后, 归郑重的和赵荣说, 万一的万一, 若是他拼尽全力争到了一个万一, 晋升了浩然静, 那么他会把关于那把剑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 包括那段虚无缥缈的宿命, 并且他还会得到这把剑的所有玄妙神通, 但是, 如果竭尽全力后还是无法破镜, 那就乖乖认命, 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 别再企图楼椅登天, 平平凡凡过完这短暂的一生, 哭, 赵荣轻吐一口气, 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栏杆, 摇层远幕, 千里湖两岸, 一层层竹林, 一叠叠青山, 只觉得分外扬眼, 转头对柳三变笑颖, 我见青山多妩媚, 要青山见我, 音如是, 正在注视前方下传人群的音质汉子, 眼神一亮, 哪怕他读书不多, 也能品味到此剧甚妙, 而最让他心花怒放的, 是有青山二字, 他侧耳倾听, 可惜身旁那评兰书生已没有下文, 归, 你说本公子现在算不算是有本命非贱的人了, 以后要不当个贱仙如何, 咦, 扶摇镜都没有的贱仙, 本座还真没见过, 失敬失敬, 哥九, 吟诗, 递贱, 呲, 帅气啦, 归, 本贱仙觉得扶使这名字太难听了, 和本贱仙气质不搭, 要不咱改个名, 叫, 开天, 怎样, 你给本座去死, 不行, 开天太霸气了, 不够低调, 咱们要狗, 要不叫, 桃花, 如何, 滚, 归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赵荣, 一旦赵荣近身浩然静, 扶使便会认主, 赵荣便要接受一段宿命, 那他便与赵荣完全锁定在了一起, 见主一死, 剑灵也会被随之抹去, 而一个可能一辈子只能留在浩然静的扶使建主, 可能是扶使从某个不可知的时代以来, 遇到过的最弱的一个吧, 安邻国, 某处深山老林内, 有一道瀑布从百尺高崖坠入一汪碧潭, 潭水悠悠, 深不可测, 瀑布也并未见起多少动静, 一只右鹿在岸边密时, 偶尔抬起出巨鹿绒的头颅, 警觉的四处张望一会, 便又继续低头吃草, 突然, 远方某处山林飞起一群鸟兽, 脚路漠得偏头望去, 淡下一秒, 碧潭榨起, 湖水蒸发, 瀑布倒流, 一道黑影窜出, 竟是一条争鸣蛟龙, 通体漆黑如墨, 双目赤红如雪, 持余感应到自己在百里外所部障眼法已经被人破坏, 此刻临时更是察觉自己被两道契机锁定, 持思寇府的人足修士, 持余惊, 化为一道顿光, 向西逃离, 不远处, 两道剑光袭来, 急如雷电, 经过潭水已经蒸发一半的碧潭, 一道剑光骤然停下, 另一道剑光继续追逐妖娇, 赵千秋停在空中, 身旁悬浮一把蓝色小剑, 目光扫视下方, 地潭旁十分狼藉, 倒下的古树, 小鹿的尸体, 刚刚炸飞的湖水此刻才化为雨滴, 徐徐落下, 赵千秋发现并没有古怪, 不是吊虎离山之计, 便急忙顿去, 追赶妖娇, 万丈高空, 一道黑色顿光在前逃逸, 两道剑光在后追赶, 三者已经路过千里山河, 从日出到日落, 从日落到日出, 却依旧速度不减, 甚至一次次加速, 仿若不知疲倦的逐日巨人, 妖族本就体魄蛮横, 化神境妖娇更是天生具有行云不语神通, 体力强盛, 速度极快, 但他身后两道剑光, 两位仁族太宗的原因进见修也不识善茶, 丹药神通极多, 也不见体力有何枯竭, 一直穷追不舍, 某一日, 三者经过一座繁华的人类城池, 那个名为池鱼的黑骄, 猛地爆发出一簇黑光, 疏忽加速, 身后追逐的两道剑光, 一道同样加速, 锁过之处响起一阵阵音爆, 继续追赶, 一道剑光却再次停下, 依旧是赵千秋, 在城池上空, 他抬起右手, 一直划过眉心, 开出一道天幕, 脸颊上红色剑纹亮起, 洞察下方人类城池, 不多时, 赵千秋收回神通, 转身远顿, 他走后, 下方城池依旧热闹非凡, 仿佛没人察觉到刚刚发生过的一切, 街道上行人如知, 范夫走足络络绎不绝, 山谷牙郎沿街叫卖, 街道一角, 一群孩童围在一个手拿冰糖葫芦架子的黑莲老汉身旁, 有眼馋的孩童拉着家中大人的一角, 闷声撒娇, 有的孩童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 见有其他小伙伴舔着冰糖葫芦, 变目光羡慕, 黑莲老汉边收钱边递冰糖葫芦, 满脸笑意, 突然, 一只白嫩小手扑在了他面前, 手心上躺着稍显破旧的两文铜钱, 老汉转头看去, 是个梳着踪脚的红年袄小男孩, 正咬着拇指, 童真的眼里带着渴望, 老汉脸上笑意更重了, 结果两文铜钱, 从架子上摘下一枚糖葫芦, 顿了顿, 又插了回去, 重新挑了一个山楂果更大的糖葫芦, 递给了红年袄小男孩, 红年袄小男孩开心地接过, 放下沾满口水的手指, 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冰糖葫芦, 正在这时, 此处接到的高空, 突然闪现出一人, 是赵千秋, 他竟然去而复返, 赵千秋面色阴沉, 再仔细探查了下这座城池, 但还是没有收获, 摇了摇头, 化为一道见光, 转瞬不见, 红年袄小男孩继续吃着糖葫芦, 只是某一刻轻瞥了眼上方, 继续不动, 不多时, 街道高空, 又皱线一道身影, 赵千秋第二次去而复返, 眉头紧皱地看了眼下方, 冷哼一声, 拂袖离去, 继续追赶黑胶, 红年袄小男孩嘴角微微勾起, 又等了一会, 现在也没人回来, 心里松了一口气, 一句话神静腰胶肉体, 外加一个阳神身外身, 换自己一条命, 不亏, 吃鱼有些肉痛地安慰着自己, 反正那人答应了自己, 只要去了那边, 便会给自己一句大圣静的上骨魔龙鱼孩, 到时候自己不但能种住肉身, 还能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千年以内, 大圣静可期, 讲到这, 他便抑制不住地想笑, 思绪不自禁地发散开来, 哈哈哈哈, 劳辞人你们思寇俯很久了, 哈哈哈哈哈哈, 把你们大思寇的弟子杀了, 你们能拿我怎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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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好遇到了那人, 不仅干了剑让自己痛快的事, 有人帮自己铺好后路, 之后还能得一桩大机缘, 那人帮自己在池水国南部的山水库安排好了接应自己的人, 保证自己能够顺利逃掉, 并且之后还会再送自己去往那边, 到时候, 我迟余便能得到真正的大逍遥, 大长生, 在迟余思绪天马行空之时, 距离这座人族城池百里的某处山顶, 赵千秋正在一棵树下逼目养神, 突然, 某人在他心湖上传了一句话, 他骤然睁眼, 遇见向东, 那是指水国方向, 此时, 那处人类城池内, 一条街道上, 红棉袄小南还还站在, 原地吃着冰糖葫芦, 他心里此刻很是畅快, 便没去拘束新元一马, 思绪更加发散了, 呵呵, 不怕你们不来救我, 若是我被抓了, 会把你们全部供出来, 你们敢不救我, 你们在望雀州针对赵氏做的这些事一旦见光, 那可是要面对人族太宗的怒火的, 到时候可就不仅仅只是天涯建阁的人了, 而是台阿建阁亲自派人处理, 甚至还可能引来隔壁南逍遥洲的那位选帝, 到时候你们跑得掉, 一念当歇, 一念又起, 他不由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 当年还只是结丹静的又焦石, 被一个人族修士圈养, 被打上锁龙丁, 那位人族修士准备在他养成腰丹后, 剥下胶皮, 摄取胶丹, 抽出龙筋, 幸亏自己运气好, 成那修士修行走火入魔之时, 正脱法阵, 吃掉了他, 夺取了他的丹药法宝, 神通秘法, 取得了第一份大道机缘, 之后一路披荆斩棘,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与修为, 这些年来, 虽然一直受到司寇俯修士的遏制与监视, 但自己能屈能伸, 终于熬到了化神境, 本以为受司寇俯律法的约束, 再也不能进一步触及大圣境了, 但没想到, 无望之时, 那人找上了门来, 提出了自己无法拒绝的条件, 代价是只要帮他做一件小事, 聂安邻国赵氏满门, 并且一定要包括那个身为司寇俯大司寇关门徒弟的赵氏少年, 讲到这里, 迟余更加感谢那人了, 咦, 那人说他叫什么来着,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奇怪, 为什么? 他的面孔我现在回想起来, 却无比模糊, 下一刻, 热闹街道上, 一个吃着冰糖葫芦嘴角还带着微笑的红年袄小男孩, 全身慢慢绽放出一道道红光, 一眉眉诡异的符纹在他小小的身体上浮现, 像是在举行某种可怕的仪式, 此时, 吃鱼感觉自己的原因炽热无比, 一颗妖丹悲鸣颤抖, 一道道裂痕慢慢生成, 这事, 原因消融, 妖丹自暴,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感觉到事情很不对劲, 他想要挣扎, 但被剥夺了对原因的掌控权, 身子僵硬在原地, 好狠, 你们是要灭口, 吃鱼精心害神, 悲愤欲绝, 他的原因与妖丹被人下了未知尽致, 他想不通到底是被那人何时所为, 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屑, 无法去阻止妖丹的自暴, 连暗算自己的凶手的面孔此时都是无比模糊,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下一刻带着周围百里所有生灵一起灰飞烟灭, 接到这一角, 一个红年袄小男还逐渐被体内溢出的红光淹没, 可怕的风暴正在酝酿, 一步一步攀升至顶峰, 下一秒, 一只化神静大腰积累了一千九百年的修为便会抹平这座人口百万的庞大城市, 只是, 一节干枯的手, 仿若无误般从红年袄小男孩的胸口深入, 无视他皮肤上的可怕符纹禁致, 穿过原鹰的重重魂力阻碍, 抓住了那颗已经剑射出碎片的腰单, 风暴, 平息了, 像一粒烛火被人掐灭, 第二十六章一马, 这是很诡异的一幕, 这条十里长街是此座城池最繁华的几处地方之一, 人群穿流不息, 道路车水马龙, 每一瞬间都是人生百态, 市井烟火, 街道尽头正有一对接亲娶妻的队伍, 徐徐的从北边拐过来, 前面是一城新娘所做的花轿, 后面的新郎关起着一匹枣红马, 马后面是一位挑着新娘嫁装的脚夫, 马前一人抱着新娘的梳妆物品盒, 大道中央还有一顶八台大轿被数十长随拥促着通过, 随从们态度巨傲, 路上行人正匆忙让路, 生怕惹恼了贵人, 但此时, 街上最令人瞩目的并不是这两伙人, 而是他们之间道路旁一幅诡异的图景, 一个红棉袄小男孩正低着头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两手合力抓着一根已经吃到一半的冰糖葫芦, 沾着红糖的嘴角微微翘起,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眸宛若精致光滑的琉璃珠, 倒映着眼前那截探入她胸口的枯手, 前一秒已经被红光淹没的小男孩, 现在体内却没有一丝红光露出, 此刻, 她又晓得身体宛如一件精美脆弱的瓷器, 爬满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纹, 那密密麻麻的符纹已经熄灭, 但却化为了刺青印在了她白皙的皮肤上, 彰显着他们曾经的存在, 周围很多人都看了过来, 刚刚的红光他们也目睹在了眼里, 但他们却毫无惊讶, 之前那酝酿到顶点的恐怖威势也没有让他们有丝毫的害怕, 仿佛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景象, 已经见怪不怪, 就像你平常出门, 心里念着别的事, 视线习惯性的掠过窗外那只花盆, 不会再为她分出一丝的心神, 他们的目光自然一开, 脸上还带着上一件发生的事情所触发的神态, 千奇百怪, 糖葫芦摊子旁的人群开始散去, 因为已经没人在卖糖葫芦了, 有穷人家的孩童眼神憧憬的盯着红年熬小男孩手里吃到一半的糖葫芦, 变了几次口水后, 依依不舍的离开, 咔嚓, 精粹声响起, 吃鱼瞳孔一张一缩, 回光返照般的缓缓抬头, 一路眼帘的是一张有黑的面孔, 是刚刚那个递给她糖葫芦的黑脸老汉, 此刻依旧满脸笑意, 像一个淳朴农民, 他张了张嘴, 但胸前那只抓住他腰单的哭手已经随意抽出, 他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随着原因一起化为了光点, 随风散去, 一只放眼周为树舟山上都极为稀少的第六镜大腰就这样翘, 无声息地陨落了, 黑脸老汉摊开手心瞧了眼手里那立通体漆黑, 却散发红光的腰单, 密密麻麻的碎文已经分辨不出曾经有过几道天狠了, 因此也就判断不了究竟是第极品腰单, 不过老汉也不慎在意, 翻手收起, 新神给两位晚辈传了几句话, 之后便被着手站在原地等待起来, 脸上挂着笑容, 微眯着眼, 今日城里似乎是有庙会之类的活动, 街上行人越来越多, 黑脸老汉发现自己的糖葫芦摊子挡住了行人去路, 便把他往偏僻的地方摩了挪, 期间有人问他糖葫芦还卖不卖, 他笑着点了点头, 又卖起了冰糖葫芦。 赵千秋遵循之前师叔的旨意, 正在急速赶往止水国的山水窟, 准备去捉拿那只畜生的同伙, 但突然心狐又收到了师叔的传音, 略微思量, 便急忙掉头返回。 橘山之中某处山腰, 被从天而降的黑色事物砸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深坑。 尘土飞扬, 巨木翻道, 一位宫庄女子正站立在聚坑旁一棵幸存的古树上。 坑内有一把五柄小剑飞出, 此剑金银辉耀, 十分奇异, 原本应该是剑柄的那一端却记着玉石吊坠。 此时这五柄飞剑回来后并不入窍, 而是灵动地插入了那宫庄女子的云记之间。 竟成了一只不遥, 一千叶皱眉看着坑内那只黑礁石海。 刚刚他一路追赶到这, 还没等他出见, 这只畜生便自己坠落了下来。 他剖开妖娇的丹田一看, 不出所料, 果然没有妖丹和原因。 所以说, 这头畜生的原因应该是偷偷留在了之前的那座凡人城池。 他喃喃自语, 呵, 没事, 大司寇在那等着你呢, 只是不知道大司寇有没有调出你背后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 不过他也没有多少担心, 毕竟大司寇可是望却周驱直可数的几位第七境界修之一, 神通密法多不胜数, 更别提他那把本命非剑的玄妙神通了, 简直是匪夷所思。 像大司寇这样的第七境界仙, 一举一动都备受修真界瞩目, 本命非剑的名字与神通早就被暴露了出来, 在一些特定圈子里传开。 大司寇的本命非剑, 剑名义玛, 派阿剑格的三尺楼给出了一等上的品阶评定, 拥有独特神通。 据一千雁所知, 义玛能随意穿梭他人心弧, 任意斩去他人心念, 亦或使他人难以拘束心缘义玛, 心弧泛起万千思绪, 而且义玛可以携带主人的一粒心神戒子, 使其窥探他人心弧。 这种非剑神通的使用极为玄妙, 试想一下, 若想探听敌人秘密, 只需在敌人没有准备, 心神懈怠的情况下, 让对方杂念四起, 再利用义玛斩去那些无用念头, 只保留下自己需要的那个, 如此一来, 义玛便可成功窃取到他人心中机密。 而如果是与敌人厮杀, 利用义玛提前探知敌人想法, 或展去敌人的关键念头, 那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凶险战局影响有多大, 可想而知。 这种能来去穿梭他人心弧, 探听念头, 一定程度篡改他人想法的非剑神通在一千雁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而让他奇怪的是, 如此神通, 间隔的三尺楼却只给出了一等上的评价, 竟然没有入甲等。 一千雁有些猜想, 大概是这把本命非剑的神通有一些限制与约束, 可能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夸张。 不过不管怎样, 假等或一等本命非剑对一千雁来说都是渴望不可及, 即使他是一位别人眼中大到有成的原因进见修, 但本命非剑品皆这种是纯粹是看命的, 和修行资质一样, 有些人天生就是天之骄子, 一记绝尘, 而有些人却永远只能站在山脚, 别说追赶了, 连登山的资格都没有。 修行大多数时候先天资质比后天努力更重要, 讲到这个, 他又想起了这次血案中, 被这只畜生杀死的肇事少年。 感到颇为可惜, 那少年他见过几次, 虽然他并不是司寇俯执执法修士, 这次来也只是正好离得尽被大司寇换来帮忙, 但像大司寇关门弟子这样的剑格添交, 他还是会找机会去瞧两眼的, 毕竟只要不要折, 这类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 以后几乎都能成长为剑格栋梁, 和他一起共事。 所以提前认识下, 顺手送些小物件, 说不定能结个善缘。 那招式少年也确实厉害, 几次宗门大笔都名列前茅, 并且看样子像是还藏了桌。 听说其有两把本命飞剑, 品阶都不低, 至于怎么个不低法, 大司寇并没细说, 但看他笑咪咪的表情, 估计一把一等没跑了。 但是, 天才正是因为没有成长起来才叫天才, 像这样半路陨落的天才, 他也见过不少了, 只能警醒自己以后培养弟子时要万分小心。 不过, 这招式确实是见到气韵鼎盛, 除了这个陨落的招式少年, 听说在太清寺府还有一个赵氏女娃, 16岁就入了逍遥府, 唉, 老娘当年可是到了天至近才走标准程序从扶遥府进逍遥府的, 能提前入府的都是要念啦。 话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猛的吗? 不一会, 他像是收到了某个消息, 峨眉书展, 从虚迷雾中取出一张囚龙网, 将那要交尸还摄入其中。 紧接着, 头顶部摇滑下, 见光一闪, 转瞬离去。 只留下满地狼藉和一个巨坑, 可以想象, 等几场大雨过后, 这又是一处必谈。 第27章 人生乐在乡之心, 赵荣和柳三便下船后, 又去了趟清风居在藏州浦的商号。 当走出来时, 赵荣手中多了一只绣着一座高楼图案的丝绸袋子, 里面装着清风居退还的15枚下品零食, 差不多是一半的船费。 据赵荣所知, 在山上, 零食是最流通的货币, 一枚上品零食相当于100枚中品零食, 而一枚中品零食相当于100枚下品零食, 至于还有没有更高阶的零食, 赵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赵荣现在其实对零食并没有多少渴求。 一来他还未正式踏入修真之路, 并不需要什么修行资源。 二来他本就是对钱财必尽淡薄的性子, 觉得这玩意只要够用都行, 当然了, 他是前世还没接受过社会毒打, 否则他就会知道这个够用是多难达成了。 再来他发现入品诗词在山上似乎价值不菲, 还是有价无事的那种, 而得益于他曾经的古文爱好, 这类诗词他脑海中还有很多。 赵荣摇了摇手上钱袋, 叮当作响, 回头看了眼商号内, 掌柜管是忙得不可开交, 笑容勉强的安抚客人, 退还船资。 赵荣叹了口气, 我真不想接这零食啦, 要不我把它给你们, 再添点也行, 你们带我去毒幽城。 三便兄准备去哪, 小弟是要去毒幽城, 可如今看来, 只能山下赶路了, 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到。 大卫, 柳三便言简意该, 表情平淡, 连有赵荣那样的忧愁, 似乎并不急着去那个叫大卫的地方。 柳三便瞧了眼赵荣的神色, 想了想, 带着赵荣去了一家商行, 买了一幅望却州北部的山河渔图。 赵荣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地名, 互为惊叹, 光是世俗王朝都不下百个, 更别提那些名山大川了, 记录的极其详细。 这渔图是谁绘制的, 如此详尽, 这得花费多少精力。 柳三便目光盯着渔图上的某处没有移开。 这是从玄顶上临摹下来的, 赵荣扬眉, 玄顶, 突然, 他记起一事, 那本被他翻烂的玄皇记事上有这样一行字。 全收万族之兵, 九木之金, 筑九鼎, 向九州, 震山河。 当年玄帝带玄皇人族登顶, 收取了万族的神兵与九州进贡的金术, 融筑九指大顶, 各州一支, 用以镇压山河气运。 所以说九鼎上还绘制了九州地图, 今万年前绘制的山河图, 现在不会过时吗? 这么长时间, 估计早就桑田沧海了吧? 嗯, 柳三便抬头看了眼赵荣, 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柳三便嘴角扯起, 面目凶煞起来, 赵荣知道他是在校, 但因为长相问题, 所以显得很失慎人, 不过赵荣相处久了, 也就习惯了, 反而还觉得三便兄挺可爱的。 谁说面游心声, 我三便兄恰恰相反。 公子这问题, 唉, 说了多少次别叫我公子, 叫老弟就行了, 或者子鱼。 柳三便有些别扭地喊了句老弟, 我没见过本州玄顶, 因为望却州除了天涯剑格外,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人族重器到底在哪里。 不过听人说, 玄顶上记录的九州地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会随山河变迁, 岁月流逝自行演化, 听说在此顶上, 一周之内, 草木沙石, 山川河流, 万物生灵皆是鲜毫避陷。 目前流通在山上的望却州渔图都是缩减版本, 由天涯剑格定期更改公布。 赵荣四有所悟的点头, 柳三便又低头寻查了会, 用手指了指, 我们在池水国, 和独幽城隔了十几个王朝国家, 又因为安邻国被四扣府封锁, 估计是不能通过了, 还需绕路, 又是多出数国的路程, 若是单纯的靠角力或马匹, 及时走最近的路, 老弟也要不少于五年才能抵达。 赵荣文言眼皮一跳, 好家伙, 这黄花菜都凉透了, 还不如在这等封锁解除, 山上交通恢复, 在搭船去独幽城呢, 不过听清风居的人说, 封锁解除估计也要个大半年。 原来古代人很少出远门, 这要远游一趟, 估计半辈子都在路上, 若是再遇到个兵荒马乱, 八成连家都回不去。 不过, 柳三变的手指在渔途上某个描篮之处点了点。 不过什么, 不过老弟运气不错, 你看这儿, 正好有一条由南到北横穿望却的大独, 你只要走到这儿, 登上一艘大船, 顺流而下, 速度比寻常马匹能快上数十倍, 大概不出一个月就能抵达大独入海口处的独幽城。 我们距离这条大独还有几个国家的路程, 不过也很快了, 大都是从边境路过。 就我一人登船吗? 三变兄不一起上船。 赵荣好奇, 只水国与大独之间, 我能和老弟同行一程, 但半路就会抵达大卫。 柳三变在山河渔途上帮赵荣标记了一些该注意的点, 之后便合起渔途, 递给了赵荣。 赵荣点头接过, 将他放入书箱, 心里默算了几遍, 这趟大概有两三个月的路程, 虽然没有山上渡船快, 但已经是目前情况下最便捷之法了。 定好了接下来的行程, 二人商量着在藏州浦吃一顿午饭后就立马出发, 不在此处逗留, 争取天黑前赶到离藏州浦最近的那处山下城池。 赵荣带着柳三变去买了些纸墨语书籍, 补充一下书箱, 之前在船上, 赵荣每天练字读书, 早就用光盒看完了。 此时, 他们二人正走在藏州浦的街上, 准备寻一处地方吃饭。 因为大量渡船逗留, 所以藏州浦聚集的山上修饰极多, 街上来来往往很是热闹, 甚至还有很多人摆起了摊子, 贩卖一些丹药贬籍, 过不知来历的小玩意儿, 不少修饰驻足挑剑, 试图简陋, 幻想着撞到一桩画本小说内主角总是遇到的机缘。 突然, 柳三变扭头向后看去, 后方不远处,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下的一缩, 急忙蹲在某个地摊旁, 左看右看, 认真挑选起摊上物件。 赵荣见状转过头, 往身后街道看了看, 但也没瞧出什么异常, 便困惑地看向身旁同伴。 柳三变回过头来, 面色古怪地看了赵荣一眼, 想想, 还是没说什么。 之后, 二人找了一家看起来档次不低的酒楼, 点了一桌韭菜, 这次是赵荣抢着邀请客, 骗了眼菜谱, 大概要花两枚下品零食, 这还只是点了菜谱的前两页。 赵荣有些小惊讶, 山上吃饭这么贵, 其实修士在扶摇进后已经避鼓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山上人保持吃饭的习惯, 之前赵荣所在的渡船也是提供一天三餐的。 除了因为有些山上仙家食材颇为玄妙, 制作出的佳肴可以避意修士修行外, 还因为大到漫长, 在修士诸多凡人欲望开始寡淡的情况下, 口舌之欲是难得的几个能长久维持下来的感官。 这也给漫漫修真路增添了一丝烟火气, 什么, 你说山上修行不是应该摒弃烟火, 追求仙气吗? 这种说法太过片面, 它是属于崇尚到家的那一类修士, 甚至更极端一些的太上忘情的修士之道也只是山上一小部分人的大道。 大道万千, 席卷玄黄修真界的百家之争更是给了出入修行的山上修士更多的选择。 山上山下虽有界限, 但二者却牵扯极多。 你可以做一个墨加油侠行侠仗义, 可以当个义气如生积极入室, 可以加入纵横家, 和纵连横, 游戏凡间诸国, 可以归隐灵山福地, 成为清静无为的道家。 诸事修仙, 也可以和很多山上人一样, 冷眼旁观百家诸子, 只遵循自己本心修道, 随心所欲做出取舍。 大道不该如此知晓, 赵荣用茶水竖了竖嘴, 尝了口帽美式女端上来的仙家美食, 感觉也没比静南公爵府的厨子做的菜好到哪里去, 而且游水还少了些。 他看了眼桌上的菜, 很好, 两枚零食没了, 这是一顿饭。 不过, 来这吃饭也不枉此行, 至少打听清楚了安邻国到底发生了何种变故, 竟然使得思寇府如此严肃, 封锁周围数国之地。 酒楼内, 茶余饭后, 众多客人讨论的热火朝天, 那安邻国魁向俊赵氏, 不仅在多国庙堂上是带皆有子弟为公亲, 并且安邻国内那座仙家渡口一关城, 有一半地产都是他们的。 但如此妄族, 却一夜之间被大妖血洗, 全族上下一个不胜, 血流成河。 呲, 真狠啦, 我听说那只作案大妖好像有摘心进修为, 真的假的, 从哪冒出来的? 呵, 我看不止, 像金丹进修士, 赵府又不是没有, 但还是毫无反击之力, 被那畜生灭族, 我估摸着, 应该有华神。 华神, 话说, 我记得前些年忘却西南部也有一起灭门, 好像也是姓赵, 不过那次听人说好像是仇家寻仇, 怎么那次思寇府没管, 这次却如此兴师动众。 前几年安邻国赵氏有个小子被送进了剑阁修行, 你忘了? 听说他在里面混得不错, 而且这次听说他正好回来, 哦, 我记起来了, 你是说那赵龙竖起耳朵听着旁边一桌人的小声讨论, 心底大概勾了出事情的原委, 叹息一口, 为自己这远房亲戚一家莫挨了一会。 不多时, 旁边那一桌人画风一转, 又变了一个话题, 说起不久前, 某座渡船上, 有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二愣子书生, 血气方刚,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帝戏马, 在斯寇府那位阎王爷手下救了一只千娇百妹的小狐妖, 后来小狐妖见恩公相貌平平无奇, 只匆匆留下一具妾身下辈子定会做牛做马报答公子就跑了, 最后留纳书生一人在原地黯然审伤, 赵龙文言差点把嘴里的饭喷出来, 这都传成了什么东西? 那个二愣子和血气方刚赞且不提, 恩公相貌平平无奇是什么鬼? 本公子哪里相貌平平无奇了? 好吧,有一点, 但是本公子气质不俗。 爸, 赵龙嘴角抽搐地听着旁边那桌人的轰笑声, 摇了摇头, 尴尬淡不留痕迹地偏了眼柳三遍, 见他面色如常地吃着菜, 仿佛什么都没听到, 心里松了口气, 也不以为一起来。 但正在这时, 突然走来一个娇媚侍女, 手里端着一瓶光看平身就感觉价格不菲的美酒, 搁在了赵龙手旁, 缓缓湿了一幅, 软声道, 那儿有一位贵客赠送了公子一瓶罪见仙, 托奴必送来, 望公子勿要推辞。 赵龙二人寻着侍女示意的方向望去, 是不远处角落里, 一个独自闷头好饮的虚然汉子。 赵龙仔细看了看, 有些印象, 早晨在渡船上, 自己就苏大黄石, 他好像就在周围的人群中, 当时手里似乎是提着一只酒葫芦在饮酒, 所以自己对他印象稍微深刻些。 居然汉子见赵龙于柳三便看来, 咧嘴一笑, 崛起酒壶。 赵龙不惊玩耳, 看了眼那壶之前他在菜谱上见过标价极高的醉剑仙。 此时, 柳三便已经微笑着提起了他, 给自己和赵龙满上。 三人举杯, 无言痛饮, 人生乐在乡之心, 将逢有酒且较真。 第二十八章少主, 当赵千秋赶回那处化神经妖娇与命的诚实时, 一千雁已经抵达了。 赵千秋眼神略过站在大厮寇一旁的一千雁。 诗书, 之前一直笑咪咪和一千雁说话的黑脸老人, 文言转过头来, 瞪了眼自己不开窍的诗职, 偏头用下巴点了点一旁的女子见修。 赵千秋面色无奈, 一千雁有些修脑, 刚刚他到得早, 大思寇一直在和他拉家长, 其实若只是闲聊还好, 但他总是做一个我家千秋, 又一个我这失职, 三句不离赵千秋, 让他很难接话。 一千雁师妹, 赵千秋师兄, 一千雁拱手回礼, 大思寇在剑阁那一向平易近人, 愿意提些晚辈, 什么都好, 但就是喜欢乱牵红线, 当晚辈找对象, 他和赵千秋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门, 见面都会打个招呼聊几句, 但自从被大思寇点了鸳鸯谱后, 私下见面都尴尬得装作路人了。 估计这次喊他来帮忙, 也是有着让他和赵千秋多相处的心思。 大思寇左右瞧了瞧两个晚辈, 点了点头, 越看越满意, 名字都带签字, 并且年岁相仿, 修为相近, 只觉得自己又是做了一桩大善之事。 自己这一把老骨头, 真是为了间隔的下一代操碎了心了。 师叔不是说那畜生的同伙在山水窟吗? 为何又换我回来? 赵千秋二人都没去问那只妖娇的原因到底如何了,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落到大思寇手里, 绝无跑掉的可能, 只会是被那柄一马玩弄于五掌之间。 他的腰单被吓了尽致, 刚刚企图自爆。 大思寇乐呵道, 声音和矮,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但说出来话却让赵千秋二人面色异禀。 山水窟那边估计是出陷阱, 你就别去了, 老夫去瞧瞧。 你和千燕去通知府内弟子, 把指水国封锁住, 除了那几条狡猾的泥丘外, 还有一些跑不掉的小鱼, 都给老夫捉住。 遵旨, 遵旨, 师叔, 千秋, 赵千秋话道一半, 看了眼一千燕。 后者挑了挑眉, 与大思寇告辞一声, 便先行一步。 一千燕也没太在意被人当作外人, 这次他来只是顺手帮个忙而已, 况且据他目前所见所听, 这次事件背后很可能涉及到了第七境修士, 自己还是别牵扯太深为妙。 第七境与第六境虽然只有一境之遥,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 只有感受过这条天欠鸿沟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比如他。 而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给第六境要修的原因下禁制, 呵, 哪里是普通第七境能做到的。 况且这次事件还涉及到了赵氏, 十几年前昆冬发生的那件事情传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一里玄皇界七万年的扶摇选帝侯府, 就这样。 搞了, 一千燕遇见离去, 心思微沉, 原地只剩下了赵千秋与大思寇, 其实, 此刻在这二人身边的还有很多人, 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群穿流不息的街道上, 但是, 每一个经过的人目光都无视了他们。 二人仿若大江大河之中的两块礁石, 水流包围, 鱼儿绕过。 因为有一只一马正欢月地穿梭在这条湍流之中, 赵千秋看着眼前这位一直照拂着他的诗书。 诗书本名臣之一, 当年师父离世, 他赵千秋还是少年, 怀满腔热血独自仗剑去往昆都杀妖, 那时的诗书就已经是冥满昆都的剑仙之一了, 效命于选帝侯府。 他在诗书的照看下, 一次次私里逃生, 最终也没有辜负诗书的期望, 一路杀妖魔剑, 破镜不断, 成为了昆都剑修中最出色的那一批青年之一,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在昆都踏入剑修地其境, 能够与诗书并肩。 那场大变故之后, 诗书黯然离开昆都, 诗书以齐杀妖之功, 本能直接返回太阿建格正宗, 站在人族太宗最顶端的几个位置上, 再不计也可以去往南逍遥州, 可他却选择了来到这小小的望雀州, 做了一个笔下宗宗主都爱一劫的司寇府大司寇。 赵千秋不懂诗书的选择, 但他还是一路追随, 而如今那只该死的畜生竟然杀了诗书的关门弟子。 他很清楚, 诗书或许是因为曾是扶摇后辅救人的缘故, 及其亲爱赵氏子弟, 那个安邻国赵氏少年, 也就是他的师弟, 诗书十分看重, 一直当作一锅传人在身旁言传声教, 为其传道。 诗书虽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面带笑容, 风轻云淡, 甚至还有心情为他操心因缘之事, 但那是因为诗书有意马, 可以斩去心念, 不去想他, 但是谁知道诗书心底究竟有多难受。 赵千秋心狐力气翻涌, 脸上见闻明暗交替。 智怒, 陈之意脸上笑容退去, 审声道, 赵千秋深吸一口气, 配合见闻, 压住了这股子力气, 这是在昆兜杀妖, 长时间被妖荒之门后的气息污染, 所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有见闻在, 问题倒也不是很严重。 诗书, 是不是门后那些家伙干的, 他们怎么有胆子跑到这来, 找死吗? 这也是赵千秋最疑惑的地方, 他们从门后来到这, 败价太大了, 并且很可能有来无回, 虽然他们极度痛恨扶摇赵氏, 但若仅仅只是为了消灭几只赵氏旁系, 那也太不值得, 除非, 除非有滔天的利益驱使着他们, 是某个人还是某个物, 这又与望雀州的赵氏旁系有何关联? 陈之义深深看了眼赵千秋, 唯有解答他的疑惑, 只是叮嘱了他几句, 便让他离去。 见光阴闪, 原地便只剩下陈之义, 人海之中, 孤立一人, 老人转头向北望去, 他有很多事没有告诉赵千秋, 比如这次他那关门弟子的回乡探亲, 是他的亲自安排, 比如不久前, 他在那只华神妖娇心湖中所看到的画面, 那人虽然面容模糊, 但却传来了一声轻笑, 或许在妖娇的记忆里, 当时那人只是随意一笑, 但是老人知道, 这声笑就是留给他沉之仪的, 讥讽, 轻蔑, 那人知道他会看到, 他也认出了面容模糊的那人, 只是不知他现在是以何种面貌是人, 庄方都是曾经的故人一个门内, 一个门外, 老人心里泛起了无数画面, 有当年他在昆兜追随老侯爷时的地剑杀妖, 有这些年来的一次次精心谋划, 有他那弟子在得知宿命后的决然表情, 下一秒便被一马尽数斩去, 只留下一个念头, 白先生所料不错, 他们还在寻找少主, 第29章姑娘请自重, 赵荣这是第21次回头, 之所以记这么清楚, 是因为身后那根皮虫每次都有新花样, 要么是吓得背过身去, 往回装摸坐样走几步, 悄悄回头, 又吓得一跳, 要么是急忙侧身, 抓起路边小摊上的一只青罗小扇拼命煽风, 惹得旁边的摊主目光怪异, 要么是仓促刹车, 一个亮枪差点扑到, 光芒恢复平衡站在大街中央仰头180度角望天, 引得那附近之人全都驻足抬头满脸好奇, 而这第21次赵荣回头, 砰, 东, 他撞到了路旁一棵松木, 惊得一只松鼠松爪跳走, 吃到一半的松果自由落体, 又命中了他输着男子发病的可怜脑袋, 赵荣叹为观止, 真就当我们还没发现败, 赵荣和柳三便在藏州普吃了顿饭便匆忙离去, 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走了没多久, 赵荣就发现了身后的那个根皮虫, 刚开始赵荣还以为只是同路, 但如今已经赶了两天路了, 甚至在柳三便的岭路下还拐进了一条深山老林中人际罕至的小道, 他还跟在二人身后, 赵荣就算在迟钝,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此时正是午后, 梁风阵阵, 路旁松林沙沙作响, 眼尖青泉叮咚流过, 此时, 这条道上除了赵荣二人和后面吊着的那个根皮虫外, 再无他人, 三便兄等我一会, 赵荣面色无奈, 转身向着树下那个正额头红红, 脑壳痛痛, 一手五额, 一手抱头, 缩着小脑袋瓜子, 眼里擒着泪光的老倒霉蛋走去, 唉, 真, 真笨啦, 此刻, 苏小小还坐在地上, 轻咬下唇, 皱其小脸, 仰视眼前的高大松木, 满眼委屈, 喂, 你跟着本公子干嘛, 苏小小下的一蹦, 背着竹篓, 胡乱瞄准一个方向, 埋头就跑, 站住, 胡眼少女立马停步, 站在原地手足无措, 赵荣眉头一挑, 疑, 还挺听话, 转身, 只见胡眼少女纤细的身子微微一颤, 不过还是乖乖照办, 只是依旧低垂着小脑袋, 眼睛盯着自己斜肩, 似乎是要瞧出花来, 抬头, 苏小小瞪大眼睛, 鼻子一酸, 她, 她怎么这么凶, 不过, 最后还是屈服于身前坏人的淫威, 抬起擒手, 看着表情超胸的赵荣, 吸了吸鼻子, 刺目相对, 别再跟我了, 赵荣面容严肃, 不过一看到眼前这瘦气包原本白皙的小脸, 此刻额头红红, 磨破了歇皮, 鼻尖红红, 不时地吸着, 粉唇红红, 想咬, 磕磕, 不对, 这个不算, 眼眶红红,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 心里不由一软, 你赶紧回浅堂山, 别在外面瞎转忧了, 下次再遇到那事,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苏小小愣愣看着赵荣, 赵荣说完想了想, 感觉没什么要说的了, 便转身往回走去, 但还没走两步, 腰间的衣服就被人一扯, 回过头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射人心魂的狭长狐狸眼, 赵荣在一本杂书上看到国, 狐狸眼又称内眼, 有凶眼和善眼之分, 皆是客夫之相, 凶眼至客, 而善眼多勾人, 凶眼主为人精明, 处是圆华, 八面玲珑, 善眼, 主生而妩媚, 有勾人心神之能, 蕴带桃花, 具体如何区分, 书上没有详说, 但眼前这个笨得连赵荣都为他捉及的狐眼少女, 八成就是善眼了, 此刻, 一直在妹眼中打转的泪水已经如绝体的大坝, 汹涌而出, 泪尸海棠, 抽抽咦咦, 小小不回, 呜呜, 小小不回, 小小要去找祖奶奶, 山上的族人都不和小小玩, 祖老还要把小小嫁给吃人的妖怪, 呜呜, 世上只有祖奶奶对小小好, 呜呜, 小小要去找祖奶奶, 呜呜, 苏小小两只小手死死拽着赵荣书生袍子的腰部衣术, 此前一直气弱胆小的她, 此时不知道是从哪界来的勇气, 被泪水浸湿的小脸写满倔匠, 不是, 你先松手, 别这样, 呜呜, 小小不识路, 你带小小去独幽城, 或者小小在后面跟着也行, 呜呜, 呜呜, 你赶紧松手, 我靠, 快松手, 哼, 我就不, 松手松手, 别别别, 你别扯我裤带啊, 别扯了, 二人在路旁小树林里拉拉扯扯, 轻轻我我若是此时正好有人从路上经过, 并会发现这样一幕, 一个俊美男子着急的去解另一男子的裤腰带, 后者也同样面容急切, 两人, 四手, 在腰间处来来回回, 你前我后, 热火朝天,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一句吠, 捂了我的眼, 真是是风日下, 人心不古, 赵荣使劲钻住自己的腰带, 拼命反抗, 保护自己的清白, 他一边拔河一边慌忙张望, 前后方都没有行人路过的迹象, 三边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正被对着这边,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站得怎么这么远, 来不及想了, 身前这小丫头不知从哪里来得这么大力气, 赵荣感觉自己裤子都要掉下来了, 急忙空抽一手把他按住, 结果腰带又被他拽了一截过去, 别别别姑奶奶别扯了, 不不不, 小小就不, 坏人, 你从不从小小, 这话怎么听得怪怪的, 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我从我从我从你松手, 斯提格斯拉提格, 苏小小, 赵荣, 苏小小刚强扭成功一只瓜, 还没来得及去肠甜不甜, 心里一喜, 手上没收助力, 就把身前那坏人的腰带连着一块残袍一起扯了下来, 太好了, 现在老子终于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带了, 因为袍子都破了, 戏也没屁用了, 里面的裤子还是会露出来, 苏小小缩了缩手, 低头瞧了眼自己手上的战利品, 小心翼翼地抬头去看赵荣, 赵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此刻, 他的月白书生袍没有腰带约束, 坦然敞开, 露出里面的洁白内衫, 虽不至于走光, 却也对读书人来说很势不雅, 苏小小偏了一眼, 急忙把头垂下, 伸出一只小小白镜的拳头, 在赵荣手旁试探性地往前递了递, 还摇摆了两下, 脚拳头里正抓着一团衣物, 衣衫不整的书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苦眼少女吐了兔舌头, 性性然收回小手, 突然, 他小嘴一张, 像是灵光骤现, 急忙低头去解自己的腰带, 表情跃跃欲逝, 冷面书生大惊失色, 慌乱抓住她的手, 姑娘请自重, 第三十章平平无奇, 赵荣最后还是拦住了苏小小, 先不说她身上这衣服赵荣穿得合不合身, 至少男女有别的侃, 赵荣现在还迈不过去, 毕竟也才刚认识没多久, 不过好意赵荣心领了, 至少知道了她虽然看起来不靠谱, 像个麻烦虫, 但起码心地善良, 懂得感恩, 赵荣心里也颇为开心, 谁说看恩公相貌平平, 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恩公, 你们这些传谣的人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不过赵荣当当情急之下抓她手的时候, 她的反应倒是吓赵荣一跳, 当时, 她呆了呆, 随后像触电一般, 猛的一抽, 一脸警惕地看着赵荣, 嘴里面刀着什么祖奶奶说男人如果不怀好意, 就会是叹性的毛手毛脚, 这种男人小小不能和她说话, 赵荣一脸黑线, 合着你也不傻吗, 后来赵荣问了问苏小小, 她是怎么知道自己也要去独幽城的, 结果小狐妖奇怪地反问她, 那艘船上的人不都是去独幽城的吗, 难道不是和她一样, 买了去独幽城的票材上那艘船的, 赵荣点了点头, 觉得她的推理没有毛病, 是她的人有毛病, 又问她为何相信自己, 敢跟着自己一起北上, 就不怕自己是个包藏祸心的坏人吗, 她扭捏得低头, 没有说话, 赵荣对她的态度颇为满意, 这就是相信本公子的人品了, 人品怎么看, 脸败, 本公子一表堂堂, 风神俊朗, 见眉心目, 风流潇洒, 赵荣吹了声口哨, 转身离去, 走了几步, 发现身后那小妮子不开窍, 跟上, 啊, 哦哦哦, 朱晓晓背着那只比他人还大的碑楼, 开心地追上赵荣脚步, 赵荣听到身后动静, 不禁调笑, 哼, 你不是说本公子相貌平平无奇吗, 本是等着他手足无措的辩解, 但等了半天都没反应, 赵荣默然回首, 发现胡眼少女此刻正一脸震惊地盯着她, 赵荣脸色一黑, 感情这不是传谣, 你还真说过或这么想过, 朱晓晓心虚地看着前面那个救驳她的坏人, 她怎么知道小小的想法的, 其实在苏晓晓眼中, 这时间很多人都只是相貌平平, 就算偶尔遇到几个出彩的, 对她来说也只不过是稍微好看点而已, 因为就算再好看也没有她好看, 比如当初在那座救官里被她吓跑的赶考书生, 比如有苏师族里被族人公认的几位美男子, 在比如前几个月渡船在某处渡口临时停泊时, 她下船买书碰到的一个演运星辰的年轻道士, 不过,当时那人还试图和她搭话, 但苏晓晓没有理她, 瞪了她一眼, 就慌张张地跑了, 因为祖奶奶说过男人如果一见面就直勾勾地看着你, 像要吃了你一样, 那就是坏人, 这种男人小小不能和她说话, 苏晓晓虽然在赵容颜里是一副谁都可以揉捏的瘦气包模样, 但其实她很骄傲, 哼, 小小这么好看, 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一个, 小小只要一个就满足了, 容貌无所谓, 但一定是要和书里写的一样, 满肚子都是书的那种读书人, 等等, 不行, 太便宜她了, 要, 要读过五大车子书的那种, 咦, 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学了舞车, 还是学满舞车, 祖晓晓翻了翻自己小脑袋里薄薄的一本词点, 还是没找到那个词, 不过很快也不去纠结她了, 反正不能像前面那个一直欺负小小的坏人一样, 穿着读书人的衣服, 却成天游手好闲, 去书店也不买书, 就盯着女子脸蛋看, 大早上的也不认真温习, 连小小早晨都认真看书, 她还不务正业, 就知道翻窗子来吓唬人,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若不是那日在船上, 你, 你让小小觉得你和别的坏人不一样, 不会伤害小小, 小小才不会理你呢, 苏小小越想越委屈, 在背后狠狠瞪了一眼脚步加快的赵荣, 急忙背着贝勒小跑着跟上, 哼, 说你相貌平平无奇怎么了, 你哪里不平平无奇, 就会欺负人, 走在前方的赵荣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某人心里的终极反面教材, 他正带着苏小小去找柳三变, 此时的柳三变已经不在原来等他的位置, 赵荣左右望了望, 发现他正在不远处一块高度不低的青石上, 两股清澈见底的山泉从高处滑下, 时缓时急, 或高或低, 发出不同的音响, 一会儿如铁马奔驰, 一会儿如雷声大作, 那块青石就位于两处山泉会流处的中心, 其壮如牛, 泉水撞击, 水花似箭, 宛如银瓶炸破, 抛玉至今之声, 连连不绝, 十分悦耳, 从赵荣的角度看去, 青石之上的柳三变似乎是在站桩, 一副奇怪全架, 纹丝不动, 古朴亦然, 柳三变见二人走来, 全架一散, 却神意犹在, 从高处轻轻一跃, 双脚看不清是那只仙落地, 也并未见他屈膝缓冲, 身体触及地面及戛然而止, 毫无声响, 在林间落下的阳光产生了某种效应, 形成了一道道光亮的通路, 缓缓移动的灰尘并未因有人坠地而有任何变动, 近世未见起一粒尘埃, 照荣目光一缩, 是个还不错的入品武夫, 武修在扶摇之后, 四进九品, 本座估摸着他应该不低于六品, 话说, 你就没问过你这位便宜老哥的修为, 没问, 这不是之前没想过修行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问, 再说了, 修为境界这种东西, 有时候连至亲骨肉都不一定知道, 你问了也没用, 现在行走江湖谁还不藏两手, 压个尽啥的, 就别傻乎乎的上去问了, 咦, 归对赵荣一副很懂的样子颇感兴趣, 你很了解吗, 怎么说, 赵大公子, 您该不会是某个古老世家放逐到城市磨练的嫡系血脉吧, 等磨练完了, 就被老祖宗带回家族, 当第一继承人培养, 什么逆天改命, 扭转乾坤的神丹妙药当糖豆吃, 不要钱的嘴里丢, 血脉天赋, 修为境界刷刷刷的朝上窜, 文法贵女太宗仙子选帝侯府小姐死命的往您身上贴, 到时候选一个最漂亮的最厉害的坐正宫, 其他的一个不漏全部纳入房中, 嘖嘖嘖, 长生久世, 仙道漫漫, 卵欲入怀, 赵大公子好不快活, 若真是如此, 那本作还真是瞎了狗眼, 定了个可笑的浩然之约, 恕罪恕罪, 还望赵大公子海涵, 赵荣津津津有味的听他说完, 只觉得他不去做百家之中的小说加写小说真是太可惜了, 据赵荣目前所见, 山上山下, 这类主角废材崛起, 浮原不断的小说画本在书寺内卖的极为畅销, 每回他一进门就能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 而且一般主角的姓都是叶拉苏拉林拉之类的, 别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涉猎广泛, 扩大知识面吗, 读书人读圣贤书之余看几本杂书怎么了, 这么多我应付不过来啊, 要顾本公子分几个给你吧, 不要, 龟羽其硬邦邦的, 我要真是这样就好了, 这都是在书上看到的, 现在不就流行这套吗, 扮猪吃老虎, 慎勇稳健啊, 我觉得咱们以后行走山上也要好好学习一下, 学习个屁, 我们一路碾压过去, 扮猪吃老虎, 哼, 你要是敢办, 本作就把你变成珍珠, 慎勇稳健, 一剑破万法, 任他底牌层出不穷, 阴谋算计施展不断, 我们皆是一剑, 剑修地剑, 就是要求个心中大快意, 自在无拘束, 天地大逍遥, 赵荣轻笑着摇头, 暂且不去理他, 他把柳三变和苏晓晓分别介绍给对方, 只是双方的态度让赵荣有些尴尬, 柳三变只是抱了生自己的名字, 对苏晓晓点了下头, 而苏晓晓更过分, 只是谨慎瞟了眼柳三变, 轻仍了一声后便躲在了赵荣身后, 赵荣有些头大, 一个话少的闷葫芦, 一个自闭的瘦其包, 自己要夹在这两人中间走一路, 赵荣看苏晓晓额头上红硬微笑, 翘脸上还流着泪字, 便带他去一旁的山泉处取清烈的泉水清洗, 一顿忙活之后, 三人带着行李重新上路, 继续北行,